大家好,我是力奇 今天我拍一段影片想公開一個小秘密 應該也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看之前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還有按小鈴鐺 相信就算大家沒吃過的產品 都應該聽過南大門的東西 最出名的就是士多啤梨乾 魷魚絲,魚餅等等 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在吃的是真東西 還是假的東西呢? 先說一點關於南大門爺爺的背景 其實它已經有50年的歷史 它的產品標過是沒有人工色素,防腐劑和添加劑等等 所以一直都很受歡迎 我第一次接觸應該是兩年前在香港 我在網上買到一包士多啤梨 我自己吃過也是非常喜歡 而且不會很假的香精味和糖精味等等 由於這幾年實在太流行南大門爺爺 除了讓他們是從南大門有分店之外 他們仍在2020年去閉道開到分店 這也是兩間分店 有兩個兒子都會幫忙看店 話說呢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網上很多新品味 特別因為有魚骨棒棒 отправ 然後我就很想試 Fan就說反正我也在韓國 不如我们就亲身去一趟自己去买 我就跟我一个台湾朋友一起去 去到其实店铺的铺面就不太大 之后我们就说想要什么产品 就问他 他们就说没有 就以为是不是全部买了 那我们再问多一次 之后竟然答我说 其实他 你从来没有出过这些产品的 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些上面全部是假的 我就跟他说 但是图片上也会有你们公司的地址 名字之类 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拿了他们的袋子 就自己出去印 然后就进一些货去买 其实我们在香港买到的 不是100%是真的 我们可能在吃那个是假的 因为我想起第一次 我在香港买 一包比你大概100多元 再有港元一包 之后我第二次第三次买就已经便宜了 那我以为是因为他们有特别优惠 他们的商家 那我就再问回男友们的东西 其实如果有店铺 或者做生意的人 跟你很大量地弄 会有额外折扣 或者有批发价等等 那他答是没有的 他们从来都不会有批发价的 那就算你是有公司去买 他也是用零售价 给你 看回现场的价钱 为港元一包 那你还没计算运输成本 由韩国运到香港的费用呢 那其实他们变相 如果买80多元一包 就真的没有赚过钱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买过那些是假的 那因为我第一次吃是真的很好吃的 之后吃就觉得 其实味道没什么特别 而且很甜 越吃越甜 那现在越想越不对路 我发觉我自己在吃假东西 其实真的有些 接受不太老 自己吃了些假东西 昨天就买了 草莓干和鱼干 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 草莓干就是这样的 那他们就说 如果是果干和蔬菜干 他们通常就是用这些包包装 那如果是鱼片 又或者一些大型一些 他们就会用这些 鱼片子的包包装 都会印上他的地址 和公司名字 还有他就说 有什么食品是没有呢 譬如咸蛋鱼皮 他们从来没有这个产品 因为我都觉得其实挺好笑的 我也是不知道有咸蛋 但是竟然 他们都没有出咸蛋鱼皮 所以这个一定是假的 另外就是鱼骨脆脆 也是假的 还有他说有一个鱼片 圆形的 就得圆味 就是没有辣味 最近他们也有出了 这个小包装的士多啤梨 后面就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买到的就是这样的 最近出了这个 也是真的 因为他的士多啤梨 会吃上瘾的 其实我已经忍不住吃了三分之一 他的士多啤梨 全部都是圆粒的 我印象中 其实有些假东西 它们是有圆粒 还有有一半的 还有有一些很大粒 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能会在外面 买到的士多啤梨 是很红的 它是这些很自然的 它有一些暗的颜色 因为我去过其他 其他店铺 都有士多啤梨 它的颜色很明显 很有光澤 它应该是放了一些添加制 令到它的颜色很新鲜 如果不是我亲身去买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市面上是有假东西 我自己围买港元 一包士多啤梨干80元 那些鱼干 比如鱼丝 一定要超过100元 它们的零售价 鱼丝的话 如果你在香港买到真的 应该要100多元以上 士多啤梨应该要100多元 一包 其他果干的也是100多元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留言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究竟大家买到的 是真东西还是假东西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个分享 下次见 Bye 我想跟大家介绍香薰口罩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用它 它的味道令人很舒服 心情放松 特别是夏天 天气又热 你会很烤 你盖了它 你盖了它之后 你的人会更精神 它的味道 就类似泰国的香薰蒸油味 有些薄红油加利的味道 非常之舒服 在韓国其实很多人都用它 CACAFRIEND 我看到它也有出过这些口罩贴 一包大约有10个 我觉得很推介大家用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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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